一期度我国汽车出口再度大爆发 比亚迪吉利等国产品牌 通通迎来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很多人都在推算了 2024年我们到底能出口多少辆车呢 刚刚过去的2023年 我们第一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我们一年就出口了522万辆汽车 远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要知道这个数字在三年之前才100万辆多一点 短短三年我们就跃升了三个台阶 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 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 一季度的很多数字慢慢都出来了 比亚迪也好 吉利也罢 很多国产车厂在第一季度的汽车出口增长量 又创了新高 通通都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以至于现在就有很多人在推算说 今年也就是2024年全年 我们到底能出口多少辆车呢 相关业内人士预估 如果没有大变化的话 那么今年我们出口700万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到了2025年 我们出口1000万辆车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也就是说到时候韩国 日本 德国 甚至美国 这些老牌汽车强国 他们加起来 所有这些国家加起来的汽车出口量 可能还没有我们多 而且大家知道吗 今天制约我国汽车出口的瓶颈是什么 是订单吗 不是 是产能吗 也不是 一方面我们的国产车物美价廉 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 另一方面我们产能巨大 今天不夸张的讲 如果开足产能每条生产线都用上的话 我们一年生产超过4000万辆车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国产车持续出口的瓶颈既不是订单也不是产能 而是运能 什么意思 我们的大把车是要通过集装箱运到海外去的 三年之前我们每年只能出口100万辆车 这个数字在短短三年之内达到了过往的五倍 所以咱们没有那么多船呢 以至于去年年底开始很多国产厂商都纷纷和国产船厂下订单要造远洋游轮了 我国的造船业和造车业正在完美的联动 假以时日 当国产车厂都拥有大把的远洋运输轮船之后 我们这个运能就能迅速提升上来 我们的出口也会再创新高 尤其是这两年以来电动车出口更是一军突起 连人家美国媒体都赞扬了 美国媒体这两天在国内狂扁苹果 他们说 库克你看看 小米在手机领域是你的竞争对手 结果呢 人家用三年时间花100亿人民币就已经把车造出来了 而且今天的小米绝对是一车难求的 一天就卖了一年的产能 可是苹果呢 你十年磨一件磨到哪去了 最终苹果放弃了造车这个项目 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是的 苹果和小米恰恰就反映了今天的美国造车业和中国造车业 像马斯克说的那样 各国如果没有关税壁垒的话 那么你等着看吧 中国车将卖满全球的 未来留下的车厂时间之中有九间恐怕都是中国车 包括了 四间 decenni 选定 就是现在做些等它 Ca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